现在企业家也能够学习佛法 还有经营的策略以及禅修 他讲了很多很多 我都静静地听 我都没有否认 但是我跟他说了一句话 你认为这样佛法的兴盛 是在数量上的增加 可是真正让真法就做 应该是这里讲的 精进修持与真实证悟 这两个才是佛教要重视的品质 所以quality is more important than quantity 当然你有好的good quality以后 你再能够广大的利益 无量无的众生 让所有的众生来学习佛法 当然那时候品质会很好 数量也会增加 那当然是圆满的 可是假如在你quality不能提升 你就开始在要提倡很多的数字 比如说去比庙要一个一个离开的大 新竹要一个一个的多 法会要办一个一个的大 那这样子呢 办的人很辛苦 做的人也很痛苦的 所以各位要想一想 什么是让这样正法求助 好 现在请看讲义 第十一页 第十六号 佛陀的三圣教法 三圣教法 三圣教法是合一不可分的 它是如三竹顶地一般 在地上是印度为中心 刚才我们在进场的奖金之后呢 奖金的钱的时候 共修完了以后 又给各位看 整个福地加业的软片 各位就可以看到 请看讲义 第一个 南传佛教 Telabada Buddhism 就是以印度为中心 广南传 好 范围是在泰国 西兰卡 缅甸 一直到最南端的苏门达腊 我先讲解 待会有点各位看图片 第二个 北传佛教就是 印度为中心向北传 英文叫Mahayana Buddhism 像中国 日本 韩国 台湾 香港 新加坡 以及马来西亚 这些都是大乘佛教 所兴盛的佛国土 那所以像今天 我在这里演讲 这就是属于 大乘佛教的学佛事 第三个 金刚乘佛教 严格说 不可以叫藏传佛教 它圆满的名词 应该叫金刚乘佛教 它叫Vajayana Buddhism 它的范围包含 西藏 蒙古 清海 布丹 西津 尼泊尔 跟印度 等等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三个传 都是佛所教的正法 但是在历史和文化的演变当中 它们是不太一样的 请看下面的幻灯片 第一章是贤解千佛重佛的地方 只是呢 在12世纪由阿玉王下令 博王和建的 然后呢 在阿玉王之前 它只是一个小小的佛塔 慢慢呢 阿玉王是转文圣王 然后找了很多的佛教艺术家 然后呢 重新雕刻 出广大的功德 然后建立这个 佛提加盐 在佛经写 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以后 地球经过几次的核爆炸 但是这个佛提加盐 是地球的中心点 下一尊 弥勒摩萨会诞生 可是当时的人 福报很大 会有 八万四千岁 所以身相都非常的高 所以它树 不叫佛提树 叫龙华树 所以这就是 弥勒菩萨下身的 龙华三位 是在这里同个地点的 接下来你看 南传佛教 我们供呢 你若去泰国的话 你就会看到 他们供的释迦摩尼佛是什么 瘦瘦的 尖尖的 铜流经的 在经典里面呢 南传的经典 阿玉经典 是捉明两个菩萨 一个释迦摩尼佛的前身 叫散慧菩萨 第二个 当来下身的 弥勒菩萨 所以泰国人 他是不念阿弥陀佛的 也不念 观世音菩萨 为什么 因为在南传的 巴黎文经典里面 只有这两个菩萨 当然现在因为 无话的交流 泰国也开始过 观世音菩萨 因为很多 美传佛弟子呢 会把观世音菩萨的造像呢 但到泰国 或南传佛家去过 所以你有时候 也会看到 观音菩萨 接下来再看下一张 被传播叫 在中国 云冈石窟 释迦牟尼佛 就可以看到 他的相貌是非常的圆满 非常的庞大 和庄严的 因为在中国文化里面 认为 这个圆满 是一个重要的庄严之下 当然 可以看到他右边有诗者 左边呢 本来也有一个 因为大地震的关系裂掉 所以裂掉的时候 左边就没有 事实上 他是一佛 然后两位邪士的 就是非常壮观的 明刚石窟 接下来再看 如果有机会到香港 大雨山 宝连禅士 他以般若金 而雕的般若会上 佛菩萨 请看中间 是木雕的 左千叶龙花台的 释迦牟尼佛 写了暴身博之下 右边是第四天 就是我们一般讲的 玉皇大帝 左边带宝观的呢 是大焕天王 所以 这个是以般若会上的 佛菩萨而雕的 因为第四天 跟大焕天王呢 是佛的圣地子 可是呢 在台湾或东南洋 其他国家 就很少会 以这个雕像而雕 为什么呢 它雕像 它以经论的造型不同 所以我希望 建议将来佛弟子 不论在家出家 你的大殿要共守过佛像 你必须好好地想一想 这样依据你所修持的法门 而做不同的设计 接下来再看 台湾浮炎佛学院 由杨阴峰居士 所亲自雕唯一一次的 华炎三圣 非常的壮观 杨阴峰居士已经过世了 然后呢 他应浮炎佛学院之邀请 而雕东黄造型的 中间很大只的 释迦牟尼佛 右下角是骑着 狮子的魂书势力 左边呢 是提大象的 佛学菩萨 所以这是 南魔华炎会上的佛菩萨 再看 藏传佛教 传统上 藏传佛教 把这个印度菩提家 也的释迦牟尼佛 列为最美的尊贵 因为传说 这尊释迦牟尼佛 是弥勒菩萨 手亲自雕的 在南传佛教上 佛是不允许 佛弟子 用刀子和木头 所以南传佛教里面呢 待会我们会讲 有各种菩提树叶 或法轮象征佛法 但是当释迦牟尼佛 阿尼佛上身 道地天宫 为母亲说法 而弥勒菩萨 非常想念 释迦牟尼佛 而且弥勒菩萨 在覆灭之前 调生 东帅内院之前 他亲自用尼素 然后调到释迦牟尼佛 然后呢 后来历史的因素 被埋了起来 那古代的阿育王 下令请 把人家找到 最后他就把 这根佛像 安置在现在的 Maha Bodhi Temple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 释迦牟尼佛的造型 真的是古印度人的脸 然后呢 他并不像马来西亚人 这是目前我们唯一 以历史考古学 可以看得到 比较靠近当时 释迦牟尼佛的雕像 的确 佛陀的雕像是古印度的 中贵的贵族的造像 他的耳朵非常的饱满 所以藏传佛教 供的是这尊 释迦牟尼佛 好 接下来再看 印度菩提加也 这是三世佛 过去 现在 未来佛 那传统上 中间是释迦牟尼佛 可是右边呢 我们一般人雕的是什么 东方要是佛 可是呢 是到中国唐朝以后才是这样 可是呢 在三世佛雕的石雕里面 东方事实上是燃灯佛 因为佛陀经过一个阿僧奇迹的努力 遇到了第一尊佛 就是燃灯佛为他授祭 各位读《金刚经》里面就有 燃灯佛为他授祭 佛拿五色的花供养释迦牟尼佛 所以东方过去佛 是用燃灯佛做代表 中间释迦牟尼佛 没有问题 左边蔚来佛 蔚来佛是什么呢 就是弥勒沙 当来下身 弥勒尊佛 可是到了东国唐朝以后呢 因为历史因素 东方就改成了药师佛做代表 西方就以阿弥陀佛做代表 其实这当中有很大的差别及演变 再看下一章 这是我大年初一 在菩提家也供的花卖 对不对 因为在金刚乘里的教导说 在金刚乘 贤解千果的地方 若一供一盏灯 你就变成一百万盏 如果你供一个花卖 就变成一百万朵的花卖 这个没有信在大圣里 是在金刚乘里 怎么说 为什么呢 因为在释迦牟尼佛 他知道收获世界的众生 要经过无量阿僧奇迹 才能够修处修慧 所以众生是很容易退的 进一步退久 所以释迦牟尼佛在金刚乘里发现 行结千果的地方 若有众生做任何的功德 都是一百万倍的功德 这就是为什么 其中一个原因 全世界的佛教徒 要到无地价里朝圣 接下来你看 这就是三世佛雕 三世佛雕 过去人能活 中间释迦牟尼佛 未来娱乐佛 好 但你现在要成就 释迦牟尼佛的多生多节的功德 就要什么条件呢 请看右下角 慈心三昧的弥勒菩萨 慈心三昧的弥勒菩萨 慈是给众春快乐 所以在无印度 除了共世家佛零果之外 没有一个人不共弥勒菩萨 还有下面尊莲花手欢迎 这跟我们现代人理解不一样 因为我们中国人认为的弥勒菩萨 就是他的化身 我们不带菩萨 肚子大大的啦 欢喜啦 劝人家来吃素啊 在新加坡 马来西亚 很多店里面呢 就供一尊弥勒菩萨做财神 没有错 弥勒菩萨真的很有福报 但是我要建议各位 不要只是把佛像放在那里 你应该早晚礼拜三吧 然后购一杯水 我供花 乃是供灯 又供香 你内心里生起广修供养的功德 你才得到弥勒菩萨的价值 弥勒菩萨多生多解他的福德真是无边的 可是假如你只是把雕像放在那里的话 那是不会有功德的 为什么呢 它是一个雕像 真正的功德来自于你内心 对于它生起虔诚跟恭敬 而且依所依物呢 而作广修供养 这样你就会生起功德 接下来看左边 释迦牟尼国的左边 是悲心三昧的零花手观音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零花手观音 为什么呢 因为零花手观音就是 观音菩萨的化身 他在西元一二世纪造像的时候 他是男众的大仗偶像 他是拿着莲花的 不像到了中国 中国时代宋元明以后 观音菩萨才调女众的造像 是说明观音菩萨像妈妈一样 大慈大悲 从此呢 不放弃一切的众生 尤其中国呢 大家都喜欢白衣大士 是阳之进取的白衣大士 对不对 观音啊 撒干露 骗撒三千大千世纪 为什么 因为观世音菩萨就像母亲一样 对不对 永远呢 不放弃一切的自己的孩子 所有的众生 在他的眼睛里面呢 就是属于他的孩子 所以 古代的零花手观音造型 跟现代 我们看到观世音菩萨的造型 是很大的差别与演变 这说明是什么 假如你要完整 拯救释迦摩尼佛的广大 无边的智慧跟悲心认力 要修 别乐菩萨的慈心三昧跟 莲花手观音的悲心三昧 当慈心三昧跟悲心三昧圆满的时候 你就是释迦摩尼佛 请看下面一章 《韩国是不安的释迦摩尼佛》 这也是非常壮观的 目前我没有去韩国跟日本 不过我读过很多书 传说呢 这《十不安》 也按照风水的造型 当在moon cabin的农历的冬至那一天 当太阳升起了 那一刹那 第一道光 就会射到这个佛的里面 然后呢 开始就放光 所有的在家出家的身重面 大方光佛化眼睛 那后来呢 台湾的中台山 就是以这个造型为根本 因为呢 According to carbon line 就是因为这个版权所有的关系 它就重新在背光设计光中化佛 其实呢 原版是在韩国的石固安 韩国跟日本 曾经是中国大政魔法 影响非常深远的两个国家 现在中国因为历史跟文化跟战争的很多因素 所以很多在唐朝造型的寺庙或是建筑呢 你都看不到 反而要到日本跟韩国 你才能看得到 那日本的寺庙呢 就是非常非常殊胜真远的 世交文明佛的石雕 韩国是固安 接下来再看 佛以大事因缘出现于世间 这个是华言会上 然后前面有两尊 就会有菩萨的形式 以及天龙霸佛 和无量尽虚空的所有一切众生 来听讲经说法 那么以法华经来说 佛为什么出现这个世界呢 简单讲 开世误入 佛之佛见 再讲得更白一点 佛为什么来这个世界呢 佛来这个世界呢 是解决众生生老病死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世间哲学 或是学问呢 所不能解决的 佛才会出现于世间 佛来世间 假如世间的哲学 跟学问可以解决的话 佛陀是不需要再重复的 但佛陀最尊贵的呢 是来人间 解决我们生老病死 这个最重要生命的主题 所以佛陀出现于世间 若我们没有释迦万一佛 来人间的话呢 我们所有的一切众生呢 就会在像黑暗当中的 茫茫黑暗当中的 这个黑夜 你没有灯塔的指引啊 会是迷失生命的方向 就像水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现在大点 有全部灯光 有录影 突然停定了 怎么办 那我想干过录影的人 就会很紧张 第一个呢 要找手电脑 或者蜡烛 同样的 这个地理是说明 在我们生死黑暗的大海当中 我们需要三宝智慧的光明 所引导 三宝水万事的灵灯 对不对 指引我们走出生死文会的大海 所以佛出现于世界一大十分远 再看下一张 是印度的造型 好 每一顿佛来我们人间成佛的时候呢 在梭谷世界南瞻沐洲 在最后成佛的前一生 都会在东帅内院一生补助的菩萨 这是印度人画的 释迦牟尼佛在还没有妥胎之前 在东帅内院讲善会菩萨 也为无量的天人 以及所有的众生所说法 当他观察到因缘成熟的时候 就会下身人间 请看下一张 佛一大百相下身人间 他的母亲摩耶夫人 就会做梦 梦到大象 大象代表普贤菩萨的六牙白象 拌有六度万恒 一般人在就各位女居士 你想想看 你生娃娃的时候 你做梦什么呢 有人梦见兔子 有人梦见小狗 有人梦见不同的动物 可是佛头的母亲啊 她是梦见六牙白象 而进入她的子宫的 接下来再看 藏传佛教的壁画 这是我是在佛地家爷的雪千寺所拍的 西藏人传统的寺庙里面呢 来壁画很多本身经的故事 为什么呢 因为她未定像武将教育这么普及 她把本身经或很多大传佛法的故事呢 画成壁画 请看幻灯片 她真的是用金粉而画的 画世家摩尼佛东夫人摩耶夫人在休息啊 接下来下一张 你看佛陀骑着六牙白象啊 然后呢 来投胎 所以是非常非常庄严的 以现代来说 就是跟现代的连环漫画一样 那所有的居士到寺庙里除了领佛之外 那拉玛或坑波呢 或仁波切 就以寺庙的壁画 为她说佛陀的故事 而为她讲经说法 这是呢 佛教呢 利益广大众生的一个善巧方便 接下来再看下一张 中间是无忧处 佛陀在母亲 伯爷夫爷的右鞋上下身 对不对 而诞生了 再看右手边 世家摩尼佛指着天上天下 为我独尊 而走得七步凌荒 所以藏传佛教的壁画 是非常非常的庄严的 是值得我们参考与学习 接下来再看 佛陀献八项神道 佛陀在八项神道里面 有很多很多的用意 各位可以去看 一部电影到 Little Buddha 由尊贵的宗萨经者 伯界而拍的 其中有三段 是拍世相摩尼佛 如何成佛 请看右下角 三个天女 魔女 当佛要成佛的时候 魔王非常的恐怖 派天上的美女 诱过佛陀 可是佛陀在圣神的慈悲 智慧的三昧当中 用智慧的眼光啊 一放光 一照她 那这三个美女啊 一刹那之间就被白骨一般 啊 就不见了 代表佛陀相扶了 生生世世 贪运的烦恼 接下来 魔王非常的不甘心 就派了望马军腾的军队 就在图像的背后 拿着剑 对不对 望马军腾 很恐怖的 这个军队排山到海来 要帮伤害释迦牟尼佛 他们射出所有的剑 一刹那之间就变成灵花 为什么呢 佛陀又慈悲三昧降服了他 这代表佛陀降服了 称愧的烦恼 再看一刹下的魔王出现 这时候魔王很不甘心 因为魔女跟魔君对佛都没有办法 魔王就现了一个释迦牟尼佛 一模一模一模一样的造型 在佛陀面前就抓着他 狗达摩西打他 我就是你 给你无二无别 你现在投不了了 佛陀说了一句话 我本来就了不可得 你虽然形象上跟我讲的一模一样 我已经证不到缘起信心 信空的圣神教法 我了不到我本来就了不可得 怎么可能有一个我并伤害呢 这时候讲完话的时候 大地作为我的证明 这时候魔王就啊啊啊就不见了 所以就真正想慕了 所以佛呢代表最后 降服了自己 古时期来细微称慧 贪嗔痴 这第三个细微 愚痴的烦恼跟邪见的烦恼 然后佛陀就夜堵明星 而正式呢就近人满成佛 我觉得这一段呢 对我们现代佛教图啊 应该有很大很大的启发 希望建议你呢 去看宗萨清真佛节拍的电影 叫《小佛佛》的电影 它其中一段就是讲佛成佛 降服贪嗔痴的烦恼 而究竟圆满成佛 接下来再看第五章 佛陀当他成佛的时候 事实上他不愿意说法 为什么呢 因为他知道他所领悟的教法 是非常非常深奥的 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 就算他为人间的众生宣说 很多人因为不了解而会产生回报 因此的其他半斗面 右下角拿法罗 左下角拿法文 第四天跟大半天王 就拿这两个珍贵的象征物 来请佛讲经说法 说尊贵的佛陀 您无量节的苦行 今天究竟功德圆满 可是假如你不会众生说法的话 所有的众生都在黑暗当中啊 六道轮回里面 生生世世都在迷惑与堕落 主位的佛陀 你慈悲的过去的大悲愿心啊 应该为我们说法 这时候佛陀被激情以后 现在定中 九位 净虚空遍法经 过去现在未来 的大佛陀讲什么 大方光佛华严经 所以佛在讲经的时候 是无量无天的这个天众呢 来讲听闻佛法 所以人间的众生呢 它是并没有看到的 那佛发了二十一天 讲完大方网佛华严经以后呢 佛就开始从佛地家里 往 巴拿拉西 也就是路远远的地方 开始走 佛才遇到无比丘 而开始弘扬 阿含经 原始佛教 跟南传佛教的教法 接下来再看 这个地图 各位看到印度吧 印度往南 就往斯里兰卡 还有马来西亚新加坡 最远的 印尼的苏门达拉 这个就是南传佛教所流通的地方 这是印度以中心向南而传 接下来以印度为中心向北而传 就是经过巴基斯坦跟阿富汗 经过丝绸之路 然后而进入了中国 这就是大传佛法 乃至于影响到日本 韩国 东南亚 各个国家 第三个再看 印度的上面 北印度 跨过了尼泊尔布丹 就进入西藏 这就是金刚正教法 所以 各位可以看到 简单的说 好 我先打出来 南传佛教 大概在西元前 第十四季 由斯里兰卡的国王 起临佛陀的身重 而向南而传 佛陀的教法 是以四圣地 巴振到十二英元 这些教法与主 再来在西元后 一二世纪 由北传佛教 经过丝绸之路 而传到中国 就是我们现在 北传佛教的南游 大概到西元第八世纪 由西藏莲花生大士 然后从印度 将纯正的佛法 进入西藏 而成为藏传佛教 所以这三层的教法 简单地说 南传佛教向大学毕业 北传佛教向硕士毕业 藏传佛教向博士毕业 可能在中国有些理由 就听到会不高兴 为什么我们北传呢 是硕士班 而金刚正是博士班呢 那是因为呢 你没有遇到真正很好的金刚正的老师 金刚正呢 在教法的道次第以及禅修的道首应跟道圆满 以及心境上 它的确有不中断的传承 以及实修的经验 这是值得我们的北传佛教学习的地方 好 接下来就看印度的印度 这个你可以做参考 接下来你看 从尼泊尔跨过 从印度往北边 跨过尼泊尔就进入中国的西藏 同时在西津 布丹 还有克什米尔 这个地方呢 还有很多的金刚正的教法 乃至包含北印度 好 现在你看 这就是佛陀的三称教法 那这三称教法是上个缺一不可三主主力 现在有个问题来了 佛战士的时候 当他在河河两岸脱过的时候 他走的时候 在古印度呢 就看到佛是印度人 然后呢 他头上就晃光 很慈悲而脱过 可是从北传国教的角度啊 跟藏传国教的话 那北传就佛教认为 释迦布丹 佛不是只有印度人的造型 他是坐着千华台上的古神道法 旁边有文朔古仙的无量的大菩萨 说佛的天空八户 而随着佛讲经说法 这说明呢 这个众生的这个业力不懂啊 他眼睛促看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南传 北传 藏传 三足鼎立 缺衣不可 都是佛的教法 请看下面 南传国教 佛灭度以后呢 用四种来象征佛的教法 这英文叫symbolism 第一个就用菩提树叶 第二个请看佛陀的脚印 Buddha Footprints 这个是我在菩提家圆前面拍的 这个佛的石雕的脚印 第三个 第二个 请看 这是台湾 很多寺庙呢 在进入门口的时候 等礼佛陀 然后呢 佛的这个脚印 它是用台湾的大理石 火花岗里所雕用的 你注意看 佛的脚印上面有千斧伦像 所以建议各位的理由 今天可以回家看看 你自己的脚 有没有这个脚印 假如你有这种图片的话呢 就表示快要成果了 还有假如你有机会 到泰国曼谷 曼谷有一个卧佛 大概有三间房间这么大 洪流金的 那它的脚底 也是一佛科的千佛轮像 上面有法文长转 也有八吉祥各种的图片 这是代表佛陀 就摆结修相好 千佛修庄严 福慧圆满 第三个 又代表南传佛教的是法文 这里是用藏传佛教 像各种宝石的法文 法文代表法文长转 第四个 是由放射利塔 传统上活灭度以后 是放佛陀的设立 或圣地子的设立 可是一直传到我们农养养 现在它放什么呢 放人的骨灰 这是变化很大的 所以 谷底叶 佛的脚印 还有法轮 还有设利塔 象征着南传佛教 接下来 再看藏传佛教 请看本篇篇 也在讲义 第十一页 底 二十三章 藏传佛教 我知道 东南亚的那个联友 尤其是新加坡 跟马来西亚 有很多的佛友 对金刚圣有些误解 当然我这次介绍 并没有要强迫你学金刚圣佛教 但是呢 你必须了解 金刚圣佛教是怎么回事 其实传统金刚圣佛教 要从大成佛教学习 可是现在我们大家学金刚圣 都喜欢管财神 需要发财 第二个 动不动呢 就是管护法 然后每天这样 修护法 然后呢 觉得这个世界 负面的力量很大 其实呢 一个鬼都没有看到 对不对 金刚圣是国的正法 但是问题是 你要先检测 检查 这个金刚圣的上师 我仁波切 我堪 我拉玛 他所说的 跟所做的 是不是跟经典一样 在佛提道次第广论里面 伟大的宗科巴大师 文书师里 萨化身说 你就必须要检测 善知识 可是学金刚圣 跟我们大政府一样 举个例子 金刚圣有三个条件 第一个 从上师得到正式的管理 Empowerment 第二个 从上师的口前得到口传 Oral Transmission 第三个 上师或看部 或拉玛 会为你做详细的解说 Details of explanation for your visualization 它跟我们完全是不一样的体系 举个例子 比如我们现在华人 拿一部金刚经 你就可以回家自己念 你并不用新宫法师在这边念 给大臣金刚 波耳波罗蜜经 念一遍给你 你才会得到允许 为什么 你见到波耳波罗蜜的时候 你的口传就直接加持 是来自于释迦摩迪佛 以及法的本身 可是金刚证不懂 它必须要冠点 冠点是什么呢 就像学校一样 你得到一个入学的许可证 假如你现在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你说我不去学校注册 我也不念书 我买了很多很多的书在家里读 然后你不参加考试 重心里很聪明 但是呢 你还是不会得到学历的 为什么 因为你并不了业 是你根本没有注册 所以冠点并不是像一般人讲到 我挂完点 当然呢 你也可以共享上师 发愿回向你接服的资料 但真正的冠点的目的 是让你得到呢 修持这个教法的许可 Permission 第二个口传 因为西藏有很多很多的咒语 你必须要依上师所发的声音 而去学习 比方说 我们各位念的大悲咒 大悲咒 是中国的传承 可是西藏也有大悲神咒 他唱 每个上师方英呢 还是多多少少有差别 但是你要依上师所传的人呢 咒语的音而去学习 因为你得到呢 the blessing of the lineage 就是传承的架实力 第三个解说 detailed explanation for your visualization 比方说西藏修 这个 四笔观音 四笔观音有红白黄花不同的传承 每个仪轨有简单和详细 对不对 上诗语观音以后是告诉你 从上往下分享 有下往上观想 还是向右转观想 或向左观想 不同的音轨是不一样的 答案甚至可以告诉你 这些甚深的教法 它是不会写在文字上的 所以它必须要换老师 你没有换老师换柄口传 你是得不到金刚寸的教法 那这换柄跟口传 假如时间不允许的话 两个当中起码要有一个就是口传 你就得修持 这三个都具足 才叫做学习一个金刚寸的教法 可见金刚寸的教法是很殊胜的 并不是像一般人所不解的 接下来看尊贵的 第十系是 这是我在2006年到2007年的时候 参加法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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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必须这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你不用怀疑 你不用怀疑 为什么在古文明讲 因以李秋生的渡者 即献李秋生而为说法 他在壮传佛教里 为了保持这个传承的加持力 跟教法的延续 所以他是观世音菩萨亲自的化身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 第讲义第十二页 被传佛教的教理分为至少六类 在座我们可能有一半的灵友 希望发愿 你要未来的目标求生极乐净土 希望阿弥陀佛临终经 这张是东黄的壁画 请看右下角 出家人他是上品上身 中间是报生佛的阿弥陀佛 跟连石海归的佛菩萨 跟敦煌的飞天 来同时接引你 你要达到这个目标 那你要想 你有没有重者因 比方说 一般我们拜的是西方三圣 临终接引 可是你看到这张图片 是按照光无量寿佛经而画的 提醒你 这是大乘跟金刚乘结合以后 中间的阿弥陀佛 他披的袈裟是红色 传统上我们中国人 要阿弥陀佛都喜欢叫金色 因为金色代表 富丽堂皇很尊贵 庄严 而且尊贵 其实金代表如来 这样的显现 你佛性显现呢 就像黄金一样 是非常尊贵的 再看右下角 观世音菩萨 坐着拿大宝棉花台 左边大世智菩萨拿着莲花 右边观音菩萨拿金色光台 其实观音跟世智 它们两个是长得一模一样的 观世音菩萨的头顶有阿弥陀佛 大世智菩萨头顶有一个宝瓶 就是它多生多结的愿力 其实观音跟世智 长得一模一样的 旁边是莲池海绘 这是按照观无量寿佛经而画的 接下来再看 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 以念阿弥陀佛求生极恶尽主 刚才说 藏传佛教的阿弥陀佛是红色的 藏传佛教经典说 阿弥陀佛的右手边 是观世音菩萨 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左手边 所以 我们藏传佛教的供养方式 跟我们大臣的西方三圣 左右是对调的 那观音菩萨是白色的 那阿弥陀佛的左手边 大士至菩萨是蓝色的 所以 白、红、蓝 是代表西藏的三个组织 恩阿弘 所以藏传佛教也有是 秋极乐净土法文 接下来再看 第十二页 二 北传佛教的教育分类 请看观音菩萨 北传佛教 我们讲 深入金章 智慧如海 的确 北传佛教 现在不要说 再加叙事本 凌初 教授能够把 所有的三藏十二部都读 突达的也不太多 对不对 但是呢 北传佛教有很多很多的经论 这次呢 起码分为六类 给各位做参考 第一看 严实境界 比方说 幽佛色戒经 就说 在家居士幽佛色 你要怎样 持戒 修戒 定会 第二 五戒相经千要 乃至于十善业道经 十善业道经 请做一个记号 在大徒多论里面说 若有佛出世 或无佛出世 三世诸佛的一切众生的善根 从哪里升起呢 从十善业道经 所以十善业道是很重要 第二 再看下面 放网经菩萨界 这就是中国大乘 为什么受放网经 说受了菩萨界要吃素 而呢 菩萨不忍识出众生肉 不但要放生 护生 还要救度众生 像我 我就从大乘生传 而学习佛法 我也受过放网菩萨界 我也 虽然我学南传 北传藏传 但是我敬畏来记 我也会是发愿之处的 所以 我们对于自己所学的教法 要有坚固的信心 而瑜伽 以及余佳 �iveness 余佳心理论 里面也有余佳心理论 佩萨界 这是第1类 《誶指禁界》 第2类 请看忏悔法门 忏悔法门 在印度是没有的 传到中国以后 占到中国 中国人很喜欢摆餐 但中国的文化 比方说 请看大杯餐 地藏菜 金刚宝菜及慈悲三昧水菜 中国人的民族性做错了事情都不太为主动的表达 传统的中国人 但是现在的年纪人想法也不一样 所以他比较喜欢对着菩萨散鬼 说出自己所造的恶业 因此中国的主师就以经跟论而编出中国拜菜的遗轨 比如各位常拜的金刚宝菜跟慈悲三昧水菜 就是在中国才有的 讲古达博士这个人面团的故事 可是在印度是没有的 所以参访在东南亚华人的世界呢 是非常弘扬的 那经过我们商业精神 在班签的过程当中 我也是谦诚地带所有的学生跟居士 一个礼拜拜一次大杯菜 拜了一年的大杯菜 我们才搬迁吉祥圆满的 所以参访有它的功德与利益 请看第三类 波耳正见 又叫做圣神见 这里的波耳正见是指 各位最常读的 比方说星经 金刚经 大树论 河门论跟百论 乃至于 不管是小品 中品 或大品 乃至于六百简 大火耳金 可是中国的国教徒呢 都喜欢简单 可能都只有读星经跟金刚经 当然星经跟金刚经 因为六祖会能大师 在中国的弘扬 从唐朝以后呢 中国的天下的文人呢 或是呢 很多国教徒 没有一个人不读金刚经的 但是我为各位建议各位 金刚经当然很好 但是除了金刚经之外 金刚经应该再进一步读读的 小品波耳或使人 摩克波耳的波罗比经 有过揪摩罗舌上实翻译的十卷本 或三十卷本 为什么呢 因为金刚经很精简 假如你没有去过大经大论 金刚经是很容易乱乱讲的 比方说一贯道道教 也可以讲金刚经 可是它讲出来是 相似郭耳波罗蜜 乃至于呢 乃至于一贯道说 讲金刚经 道已经传在了 在家人 出家人已经没有道了 其实这些都是办法 而且是喜知喜见的 假如你能够深入经测 读过大制度论 乃至于六百点大郭耳经 你再回来看金刚经的话 你呢 眼睛是会放光 而且会得到正法眼障的 所以佛逆字不要得少为主啊 接下来再看 第四类 第五类跟第六类 第四类就是我们这次的讲座 大方广博华严经 普贤行愿理 事实上它是属于菩萨的怨恨 注意这个怨恨这两个字 我们刚才念普贤行愿理 它有时候念恨 代表实践的意思 动词 也可以念行 行代表行为 有些呢 它文字前后的话 也可以念行或恨 它要看今后文 所以广大行 但是我们念大恨 普贤王普赛 不单是华严经 甚至像各位喜欢读的 大乘妙马莲华经 宝鸡经 这些都是讲广大的菩萨行 但基于印度极天菩萨的 入菩萨行论 都是属于广大的行 中国也有大乘理去 六波罗蜜经 这都是讲菩萨 为了度广大的 无量无边的众生 深深世世上求佛道 到下报众生 不疲不厌的六度万恨 把它展开起来呢 九十十地 或是十波罗蜜 这个是我们这次讲座的 所以普贤行愿品 属于菩萨的愿恨 再看下面 第五类大乘的长官 你有了圣身见 有广大行 很好 接下来也有个观见 齿观 因为你有发广大的怨心 可是假如你的心是散乱的话 那你没有长远心跟耐心 行菩萨道 你会退心的 是止观很重要 请看大乘禅观 又称为瑜伽行 瑜伽行这个字呢 有两个念音 一个念瑜伽的行 或瑜伽行都可以 梵文里面叫 Yoga Chara 瑜伽 Yoga 是瑜伽行 可是在中国唐朝古暗音 这个词 加呢 它是念茄字 音跟我们现在不一样 所以古代的音 跟我们现在的音是不同 我们现在 新加坡跟马来西亚都学汉语拼音 可是我们在台湾呢 从民国时代 蔡元培当教育部长 就统一呢 学啵啵啵啵 所以 瑜伽行 现代念是 瑜伽行 这两个字都可以 因为这个 现代的音 跟古代的唐音 不太一样 所以你在念咒语的时候 像往生咒 或很多咒 就会不太一样 举一个例子 长江的江 Liver 在古代呢 就念高 闽南语或朝作话 就保读了古汉音 纲 对不对 纲 它是唐音 所以当时你念咒语的时候 你会发现 现在有些呢 会要恢复呢 提倡念梵文的咒语 其实都可以 原因是古代的唐音 跟我们现代华人 所发音的 啵啵啵啵风 或汉语的音音 它是具有的 这是提供那带座三纲 请看第五类 大臣的指官 在中国的天台中 教官双美 里面呢 是由小主观 六妙门 市场波罗蜜 摩克主观 跟瑜伽 是立论的 所以中国呢 智者大师 建立了教官双美 而成立一个非常独特 而且出胜的宗派 不但只有天台中 要修教官双美 乃至于禁宗 早期 其实 庐山 慧远大师 修波中三昧 他也精通 大致都论 跟波中三昧经 跟现在的念佛 只是 慈敏念佛 是不太一样的 传统的念佛 要有直观的基础 还要加上观想跟观想 而现在我们华人东南亚 所看到的禁宗中 是从明朝以后 某一大师 所提倡的 慈敏念佛 一直到近代的 映光大师 所提倡的 慈敏念佛 慈敏念佛 当然是很殊胜 但是他假如有 菩萨的圣身见 广大行 跟瑜伽行的话 你念佛的力量 真是会广大无边 而且广深的品位 要为真上 这是无所不同的 最后 请看 第六类 禁佛国土 禁佛国土 就是说明 十方诸佛都有禁土 所谓禁土 不单单只是西方极乐世界 广义的说 应该叫做 禁佛国土的法门 它包含 释迦牟国现在的禁土 东方的药师禁土 西方阿弥陀佛的禁土 乃至 迷勒菩萨内院的 东帅内院的禁土 比方说 迷勒菩萨 现在就在东帅内院 所以我们中国世界 南瞻目中 还是有佛的 但是问题 在座我们各位朋友 都在这一边 你看不到 迷勒菩萨了 那有没有人在 迷勒菩萨 迷勒内院里面 跟迷勒菩萨学 有 例如 比方说中国的 道版大师 神道大师 魁姬大师 乃至近代的 虚余老和尚 他虽然呢 也缺人念佛 但他参采 但他的目标 是求生 极乐禁土 哦对不起 讲那一块 不是极乐禁土 而是到 东帅内院的禁土 乃至于太世大师 也是 上身 东帅内院 既然如果你能够清静佛 见着佛 而学习佛法 那你就没有时空的障碍 即使经过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以后 你还是跟迷勒菩萨 会下身在人间 龙华三会 你还是可以继续 弘扬佛法 你终身的 但是东南亚 佛教徒里面呢 在所有无量禁土里面 除了药师佛以外呢 最有佛 跟众生最有名的就是 家家观世音 护护阿弥陀 所以有无量寿经 跟阿弥陀经 就在华人的世界里面呢 是非常弘扬的 那至于讲 心境则国土经的 唯摩皆经 也是中国人非常喜好的 所以到这里是一个段落 所以 中国佛教 事实上 我们讲 自规法 当任众生 深入精障 智慧无憾 所谓深入精障 精障 智慧无憾 不是嘴巴念念 而已 念念之外呢 你还要很认真的 重这个音 去学习 这样子 你才能够呢 深入精障 智慧无憾 当然 每个人在家 出家的音源都不同 你学习也有不同的目标 跟次第 去 可是希望中国的佛教徒 要家庭 因为佛法从印度 在一二世纪呢 经过魏晋南北朝 一直传到中国 将近一千多年 一千五百多年了 中国这块国土上 大乘佛法呢 是除了很多的高僧 也很多历代正部的人 所以佛教徒应该继续加油 晶晶晶晶在晶晶 所以我们这次讲座 是属于第四类 广大的菩萨愿恨 大方广佛华言经 狐贤行愿品 好 接下来因为是想经历一天 为好的缘起 请大家打开第八月 好 我们这个 可以各位介绍一下 请待会唱 《月葬经吉祥八愿文》 《月葬经吉祥八愿文》 是释迦牟尼佛的愿力 好 释迦牟尼佛 请看幻灯片 释迦牟尼 在《幻华经》里面讲 多生多绝啊 对不对 为了利益众生 每一寸土地 都是释迦牟尼 流血流汗所利益众生得来的 那就因为你在这一地 你踏了祠川 每一块土地 都是释迦牟尼佛救度众生啊 而呢 流血流汗呢 利益众生而成就的 所以不管我们是南传 北传 藏传 的佛弟子 不管你是阿弥陀佛 修观音法文 或地藏法文 我们都应该先深地感恩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 若没有释迦牟尼佛 若没有释迦牟尼佛 若没有释迦牟尼佛的恩德 或是我们是听不到 极乐禁度的法文的 所以我们讲经前才会念 南传 本师释迦牟尼佛 请看第八页 第五诵 魏文菩提故 无量阿森其 备受种种苦 令法求自然 释迦牟尼佛 为了多生多解 请三大阿森其解 来自经文讲 无量阿森其解 他为了求法 是能够舍身为有的 为了利益众生 也能够舍弃自己 所有的一切 所以他备受种种苦 最后目的 是要当正法求助于世间 所以世家如来的愿力 是广大无边的 所以我会建议 这个乐章吉祥金发愿文 你可以在初一、十五、六载日或十载日呢 自己唱 然后我自己发愿文 这个功德是很殊胜的 好 今天奖金就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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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见